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 我們請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 跟我們圍爐聊天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 歡迎大家收看《圍爐時政》節目 今天非常開心 我是主持人鄧飛校長的貫子 為何那麼開心 今天請來了我們的前輩 真是我的前輩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 佳叔,我們很親切,習慣喊他們 佳叔,你好 你好 我們先進入今天的訪問 最近政治時事都很刺激 而且都是出人意表 最刺激的一件事肯定就是 特區政府的大換班 一聲就換了五個局長 但有些人說不是 好像該炒的就沒有炒 該換的就沒有換 現在這樣的大換班 其實你有甚麼解讀呢 這個大換班 其實你要和整個中央對港 新部署有關的戰略 自從去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作出決定 即已經定出一套 怎樣去在短期內 整治香港亂過一套大的作為戰略 當中當然是說到內地的官員的換班 亦都牽涉到特區官員要換班 所謂換班的意思 所謂換班的意思 內地的就是主 你看港澳辦 沒錯 已經出現換班的情況 一強化港澳辦 在中央的架構內的角色和地位 香港換班實際上 我覺得都是配合整個大的 中央對港政策部署 目標就是令中央可以聯同特區政府 聯合愛國力量 來提升大家的對政治戰鬥力 彼此在政治上的合作 來應對香港益嚴峻的政治局勢 特別是壓制外部勢力和內部反對勢力 所以你說為何有些人換 有些人換 實際上 我看這些換班有兩層任意 第一 要強化特區政府的戰鬥力 即是將一些比較上 有擔當 有勇氣 較為忠誠的人 擺上主要班員位置 同時亦都表明一點 中央對現有的班員 會採取更積極的問責態度 即是想著思惠早餐 想著用佛系方式去從政 肯定說 在中央監督之下 你便不再繼續暖間權威 實際上整個過程就是 要保留一些比較有能力 有擔當有勇氣的人 以及換走那些 沒有那麼有擔當 沒有那麼能力的人 所以實際上就是 中央要求特區政府 要拿出勇氣來 挺直腰筆 來應對日後續 所以你看到近期 特區政府的班員 似乎我覺得腰筆是硬淨的 即發言、妄誌都不同了 你始終要配合中央的部署 沒錯 現在中央擺明 要跟外部勢力和香港的反對勢力 鬥爭到底 出一死子 要扭轉過去二十多年來 亂局 你提到最近特區政府的官員 很明顯是硬淨了言論 但亦無獨有偶 亦發生了一件頗尷尬的事 就是政制事務局 一晚之間三次三役期稿 發了聲明 關於中聯辦 到底是否根據基本法 第二十二條而制定 而設立 而不是制定 而是設立的 結果 當時聶德權局長 也要道歉 一個致歉 你又如何解讀 為何會特區政府對這個問題 理解 竟然與中央不同 更何況 原來以前發過憲報 刊登過 那現在怎辦 這個正正式式 是官僚文法 是 官僚章法 是 當國務院通知特區政府 新華社香港分社 改名做 中聯辦 特區政府開頭出的文件 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提及的 是 直到2007年 都發文件說到 中聯辦 依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產生 當年 如果沒有記錯 因為林瑞琳是局長來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傳測是甚麼 當時已經有人開始 質疑通聯辦 是否關閉香港事務 是 他有甚麼憲制地位 所以政府 走緊面 免得引起爭拗 就說他有憲制地位 就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寫了文件裏 以後的班聯 再提到中聯辦 時 他只能按鈦友文件去做 所以有人質疑他 你這個特區政府 照令直改 手术兩端 所以我看了多少 聶德權 都是被以前的 林瑞琳所做的事 所束縛 但問題是 燈字形勢不同了 每年提到二十二條 時 今時今日 九號辦 中聯辦已經不能再接受 這種做法 你可以說 為何以前不出聲 這是虎害中央好的事情 都沒有出聲 而去到那些地步 他不出聲不行的時候 不出聲不行的時候 特區政府就很尷尬 是 你以為以前那套工作 還是根據中央那套 最權威的 對中聯辦地位的全職 唯一辦法就是 其實應該怎樣 早早認錯 明明以後是尷尬 只褫了 以後不要再坐下去 沒錯 你坐就好了 你不要鬆開 所以問題就是 寬了文化女士 即是坐在這個位置 亦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 不是按照工作 可以解決到 你一定要了解 現實形勢轉變 跟中央那個新的部主 以及政治意圖才行 好了 這件事一直衍生出來 兩辦 中聯辦 我沒有印象以前試過這樣做 可能我都知道經驗不夠 就很高調去評擊 郭榮鏗議員 覺得他在內部委員會裡 拖著這麼久都不選出主席的位置 搞到法案都拖著了 評擊他不是問題 而是評擊到很具體地說 郭榮鏗議員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大家知道香港 這是一個普通法的罪名 你如何解讀 會不會有人覺得 兩辦都說得 簡直是具體檢控的罪名都出來了 首先 你有2016年的人大常委會 對基本法制 一百零次度釋法 已果明 如果有某某議員 如果他做出來違反誓言 他便沒有資格再當議員 但這條法律本身 還未是用來對付現任議員 即是用來審判到參選立法會 令人的資格 即是選舉主任去審判 所以第一點 中央已經決心 嚴格執行 這個基本法 104條解釋 當中將來最辣手的 是甚麼呢 解釋說得明 當時立法會議員 既要效忠中華人民和華博 很多人忘記點 又要效忠中華特別景區 又要擁護基本法 所以這次中央肯定 日後會嚴格按照人大解釋辦事 意思是任何議員 就算你阻擬議員之後 中央可以一樣追究責任 將你貼敵立法會議員資格 第二點就是 肯定是中央對反對派 都是新的地位 我以前經常用中情的反對派 半中情反對派 沒錯 非中情反對派 中央開頭還以為 有些半中情反對派 可以用來轉化為中情反對派 有辦法談 以為在憲法和基本法 花狗運作 是 經過這一年來 那些反對派已經走向極端 並且勾結外部勢力 是 即是中央拿著做得局 已經視之為敵對勢力 是 即是已經是非中情反對派 因此不需要再從任何統建角度 反而就是從那個所謂的壓制角度 即是迫使他們來到果然的設施 所以你看起來 反映出中央和反對派之間 那個關係雖然微妙 也不是微妙 是很明顯的變化 但去年我撲勸越兵 連溫和反對派和溫和民主派都沒有請 都沒有請到 就是擺明態度 是的 那這個就很有趣 不是僅僅是以前我們2016年所理解的宣誓問題 結果就將那些沒有宣誓做得不好的人 就DQ了 現在即使他現任在任議員內有些行為 中央覺得他違反基本法 都一樣可能會有欺負他 人家寫得很清楚 即是如果你在任議員之外 違反誓言 追究你的法律責任 直接追究法律責任 當然是沒有追究什麼法律責任 最簡單的法律責任就是你沒有議員資格 沒錯 但如果看今次港澳辦和出零辦的聲明 可以追究你做攻擊人員行為失當罪 特殊協會可以告他 你也看到曾經曾經犯過這個罪 這個罪可以重罰你 是的 七年 所以現在港澳辦的情況看來就是 保住一些相信 現在反對派的時候 內心是有點害怕的 是 口頭要這樣 口頭要自己頂 是 但你現在中了禮真的話 其實法律手段不少 沒錯 法律手段不少 這件事真的值得注意 所以最近都是我們研究會的副會長之一 北大的法學教授姚哥平教授寫了一篇文章 他提到 雖然他沒有什麼特別強調23條 我想他的範圍是比23條更廣的 就是國家安全的立法和國家安全的機制在香港還未建立 如果再不建立的話 就要中央出手 其實會否設定了一個 當然他沒有提到的期限 起碼這件事我們要做 不然他等了二十多年都不做 但中央的說法實際上有兩種意義 第一句話 如果你搞不定我便來 沒錯 直接列入附件 沒錯 因為很多人提過 中央可以將那些傳播性的傳播性的傳法移民 而向香港 中央可以單純為香港而定立一條傳播性法律 中央可以人大釋法 中央可以解釋修改基本法 中央可以… 下指令給特首 特別是應對一些很快最需要解決的具體事情 中央還可以將香港宣布緊急狀態 其中的手段有很多 但是最迫切 現在中央不是去搞妥的事情 由於特首政府嚴正執法 即所謂強化執行機制 其實香港有很多法律 問題是有沒有政治膽識去容許這樣 例如公安法 公安條例 公安條例 認識罪人條例 社團條例 而且特首條是緊急法 沒錯 所以為何中央這麼緊張 不能夠緊急法被法庭推翻 或違憲 就是這個原因 問題是 有些殖民地的舊法律 很辣 是… 那你為何不用呢 所以說是激活 意思是激活那些舊法律 問題是 如果你說有些法律 上了法律 法官不接受 也不接受 不就更證明 需要立新法 沒錯 甚至要中央出面 所以問題是 如果特首政府 在中央的要求下 最近是比較上 是激活下的舊法律 例如這個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是… 鄭麗琴 沒錯 被控告就是用這個 認識罪行條 來煽動罪 所以現在看情況就是 當務資急 就是特首政府 拿出勇氣來 盡量運用手上的法律手段 來達到國家 安全保障的目標 是… 這個提供 某程度上 以應對當前的情況 是… 可能都相當足夠 是… 可能相當足夠 但問題是 以後只剩下眼光 是… 看法官怎麼判 除了你日後中央 面對的國家安全威脅 越來越嚴重 是… 而且國家安全威脅 遠遠不止於23條 所代表傳統國家安全威脅 是… 有很多非傳統 以色形態滲透 文化滲透 是… 金融危機 是… 有很多東西可以出現 是… 所以問題就是 中央老體已經有傳統計劃 在這裏 是… 即是… 侵應不同情況 來啟動不同的方案 是… 來確保香港不會 成為國家安全威脅 嗯… 所以就不是僅僅理解成 23條立法這麼簡單 而是要將所有現時 都要是… 即是所有法例都用得上 好… 你從任何中央政府的國內 對於向國家負責 對14億人負責 是… 你怎麼可能將國家安全威脅 單單依靠一個未必那麼可靠的香港來做 是… 是… 要有傳統計劃 沒錯… 尤其是你看到目前的情況 越來越多香港 不少香港人實際上 對中央、對國家離心離德 沒錯… 又有外部勢力 當然 現在美國選舉年 肯定美國對香港出手頻密 沒錯… 而反對派肯定在香港 作出遙相呼應 這樣的話 中央不出手不行 沒錯… 所以現在出手實際上 先能希望產生多些阻嚇作用 是… 即是說如果你們有些人 即使你是反對派 如果你想要政治前途 就麻煩你懂得做 沒錯… 既有框架裏做 沒錯… 即使你做到… 到時不願意效忠中華人和共和國 令你沒有參選資料就可以 沒錯… 如果你剛才說到選舉 雖然你說美國選舉 第一時間我想起9月 香港立法會的選舉 現在由中央到特區頻頻出 這麼強硬的聲明和招數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會否影響到9月的選情 即是分分鐘好像曾老成所說 會變天 那怎麼辦 拿著裝很擔心 為甚麼 會否有這個顧忌 除非你理解中央那一連串的強硬手段 目標就是為反對派助選 幫助奪取立法會的主導團 會否這樣 不會 不是吧 首先你看到中央出招 至於指定說明 如果你不願意遵守這個資本法和博物憲法 你連入閘資格都沒有 沒錯… 你入閘後 我就可以取消你的法會的資格 沒錯… 不過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 有一天你從現在看到9月 政治形勢不斷變化 是… 民情民意不斷變化 是… 甚至到時會否有足夠條件 來和平地和公平公敬地 舉行立法會選舉 都未知 沒錯… 所以現在來說 是否反對派一定能夠拿到超過一半議席 拿到一些懷疑 所以從不可動 但中央現在那麼多 著眼點不是一場選舉 沒錯… 所以我看他的姿態 就是要徹底、長期和全面解決香港亂局 因此我現在不敢斷言 想到會出現什麼情況 但唯一我能夠說 就是中央絕對不會讓反對派奪取立法會主導權 否則整個特區政府 都市政會會癱瘓 沒錯… 如算港都不用通過 反而變成了外部勢力 入侵香港… 一個舞台 對… 聽完佳叔這樣說 除了他會重新上一堂課之外 即時心都定了 真的… 佳叔是我的老師 可能你已經不記得了 政治社會學的東西 我還有一個更宏觀的國際化問題 我想問一下佳叔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問題不僅僅是香港自身問題 甚至我們不能只看中國的大局 我們要看世界大局 大家都知道這個新冷戰架局 喜歡或不喜歡 很大機會都會形成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 甚至可能會糾合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趁著這個疫情 就對中國有一個所謂的反華撒嘗的大聯盟 在這個情況下 我猜 對於反對派來說 無論是和理非或是黑色暴力 其實有一個鼓舞作用 他覺得還不趁這個時機 比去年更加好的時機 還不拿中國名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無論是暴力行動也好 還是選舉政治行動的動員 可能都會動員出來 其實中央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在對付這些外來勢力支持之下 本地的反對勢力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顧忌呢 真的打爛了香港的金彈 那怎麼辦呢 越來越沒有顧忌 越來越沒有顧忌 為什麼呢 你看看中央近期一連串的動作 包括這個制裁 美國在香港運作的幾個NGO 沒錯 這些被認為是 這也是近期的事 被中央起訴一些 以前認為是不能夠動的 所謂的反對派投影人物 例如包括黎智英、李柱銘 實際上已經表明 中央不會怕美國運用 它增進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來對付香港 你跟中央個體 其實最主要目標就是 要壓制反對派 首先要令到反對派和香港人相信 美國及其他外部勢力是不可靠的 即中央不會因為香港 可能利益受到某些損失 就會向外部勢力釀出主權 及管治權 如果反對派或香港人知道 以前他們整天以為 可以借助外部勢力來迫使中央就辦 路線不通 整個政治形成是改變的 沒錯 事實上來說 難道美國會否對香港動手 現在很難說 我跟美國朋友談過 他們覺得美國應該不會 為何不值得 因為香港沒有這樣 價值令美國需要和中央 在香港問題上對抗 再加上如果美國看到中央 以下定決心來壓制反對派 在香港的活動空間 甚至壓制他們在香港的活動空間 即他們更加不敢興趣網路 怎樣搞的呢 他們連政治、經濟利益在香港 都會受到很重大損害 更加重一點就是 中央其一向都對美國和反對派 都覺得很隱約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已經到了任何可人的地步 當到國家主權和香港管治權 已經變成一個可能會凋失的情況下 香港的政治價值相對來說 有何重要呢 事實上中央今次來說 實際上最重要的連接行動 就是帶美國 你究竟的方法過來 沒錯 事實上美國今次通報香港人權和民主法 非常愚蠢 我和美國人一樣這麼說 你處理與中央外交的問題 你等你越多靈活性越好 你沒有人找一些法律來綁死自己 沒錯 除非你立心為了香港 要與中央夥兵 否則這段時間到時 中央出招 你又不夠那麼多人的招 然後令到這班反對派 對美國失望 對美國背棄他們 美國自動削弱 他自動削弱 政治信譽也沒有力 如果你說美國向中國索償 嚴格也索不到索償 就是讓盜民權 讓盜民權 令到盜民權 令到盜民權 但問題是 如果你這樣做 如果真正被殺賞 又說戴慕惟 諸如此類 那就開戰了 中國政府自然又可以沒收美國人 中國是財產的 以後根本拋上美國齋磚 而事實上 美國現在這樣做 他整個美言的地位都動搖 所以他不會隨便這樣做 只要靠黑眼 但問題是 現在去到地步 就是黑路相逢 種者性 沒錯 現在中國把握的態勢 既然美國的敵意這麼濃 決心想壓制中國的崛起 如果這樣跟這種淡和妥協 淡和推讓 只能令到得寸進尺 寸來不得利 再加上內地 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中國政府為何要在香港問題上 坐出強硬梯道 對美方的問題上 坐出強硬梯道 你一定要呼應內地群眾 即是那種積累已久 對香港不滿 對美國不滿才行 就是這次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 不斷毀過於人 是 掩蓋自己的… 無能 無力 和工作不力 是 這些情況下 如果中國不硬來 事實上 中國政府在國民執務中的威望 都會受轉來 沒錯… 很清楚 很感謝佳叔今天跟我們分析了 由國際到中國內地到香港 整個形勢即時都看通了 多謝你 別客氣 講起今天的授訪嘉賓 劉兆佳教授 我們親切地叫他佳叔 因為都是我們大學的老師 他分析香港問題 不是僅僅從香港的角度和層面來分析 而是跟整個中國的發展大局 以至全世界的宏觀地緣政治格局 去看香港問題 所以今次的訪問 極具一個洞察力和啟發性 我特別欣賞他在訪問稿裡 一句說話叫合路相逢勇者勝 這句說話是當年 劉鄧大軍挺進中原時引用過的 到底在中美這個新冷戰格局 難以避免的前提下 在香港問題上 到底怎樣勇者勝呢 值得留意今天的訪問 整個都使用美的法性 應該也是 但是我們現在的計程